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欢迎各位来到这个鬼气生生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揭开鬼灭之刃中 那些顶级恶鬼的正面目 大家都知道 鬼阵营有一个12鬼月的排名制度 从下限6到上限1 这就是鬼界的武林大会排行榜 向金榜得先打赢入T之战 或者得到无产的认可 但是这12鬼月排名真的准吗 最强的鬼 真的是鬼五十无产那个大魔王吗 今天我们就要一探究竟 看看鬼灭之刃里最强鬼Top10 到底谁能称霸鬼界呢 在开始前 别忘了订阅分享点赞哦 我们一起来巴巴这些鬼的实力 快乐作为累次呼吸的恶鬼 虽然天赋惊人 但今天他只能出现在排行榜的第10名 为什么呢 你以为因为他不够强 不不不正相反 他可是无产亲自提榜的上限之6 只不过他真的是个临时替补 还没来得及熟悉自己的鬼子力量 就被我们的善意一招干掉了 要不然他很有可能超越多姬和肌腹太郎 坐稳上弦之6的宝座 说起快乐这个角色 绝对不能让他以路人甲的身份被遗忘 大家还记得那天自助三篇 善意的回忆里出现的那个吃桃子的交火吗 是的 快乐就是善意的师兄 当年他和善意一样 跟随名著商导持物狼修行 学习雷之呼吸 不同的是 快乐是个从小就展现出天赋的雷电少年 在天赋上 快乐是比善意更优秀的 只不过他的性格注定不是一块好材料 自带反派设定 自私冷酷 谁惹他不喜欢他就下手搞破坏 连誓言的人都对他哑口无言 尽管如此 快乐的学习能力确实一几棒的 除了雷之呼吸一只形之外 其他招式他都学得如火纯青 快乐看到善意只会一只形 他那眼睛都快要放到天上去啦 仿佛上天拍善意来专门给他添麻烦 快乐虽心高气傲 脾气古怪 但你却不能否认他的实力 快乐的知识和骄傲最终遇见了他的补乐 因为一个机会 快乐遇上了鬼月中的大神 黑屎眸 那个六只眼睛的超强剑士 黑屎眸看见了快乐的天赋 于是给了他一个变强的机会 接受无产的血 变成恶鬼 你说这诱惑快乐能拒绝吗 当然不能嘛 对他来说 成为鬼意味着打破极限 拥有无尽的力量 所以快乐成了鬼 还顺手复刻了自己的人类时期的热轮刀 用他那超强的天赋 将雷之呼吸的闪电升级为黑色雷电 不得不说 变成鬼后 快乐的武器比以前更帅啦 快乐的血鬼术 也是为了战斗两身定制的 它可以增强刀的威力 甚至让雷之呼吸产生了黑色闪电 带上灼烧效果 被他砍中后 除了要承受刀刃的伤害 还要体验被垫到皮开肉绽的痛苦 这时候 快乐一定会露出他那尖尖的鬼牙 冷笑着看着你在他面前挣扎 他就是这么坏 要说快乐的潜意 那可真是无可限量 想想看 他成为鬼才多久 没吃过几个人 就已经成了上血之溜 要是再给他一两年的时间 完全掌握血鬼术 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三亿最终能击败快乐 其实等于于他在快乐还没来得及 完全熟悉自己的新力量 才能发起自明一击 否则等快乐彻底熟悉鬼的力量后 善意也未必能赢得那么轻松啦 无可否认快乐是个天才鬼 就像一颗未完全爆发的雷霆 只是他没来得及展示自己最闪耀的时刻 如果他有更多时间 谁知道他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舵鸡和祭福太郎 这对上血之溜兄妹 绝对是无法忽视的存在 他们不仅战斗力强大 还拥有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独特魅力 先别急着问第九名为什么是一对组合 让我来为你们慢慢解释 我们先从美丽又危险的妹妹舵鸡开始说起 舵鸡 这可是鬼中最懂得如何把美丽 与杀意完美结合的异计 她不仅靠脸吃饭 更是靠实力在鬼阶出圈 她的血鬼术简直就是一场刺秘的表演 她能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丑袋 这些丑袋既可锋利如刀 又能如布料般灵活到绕过敌人的攻击 每一次攻击都像一场优雅的舞蹈 刀光剑影中舵鸡翩翩起舞 不仅美丽动人 刷伤力也不容小觑 你看她那切腋的腰带挥舞间 已经不知道多少敌人被她收割掉了 最令人感到绝望的是 舵鸡的头即使被斩断了 你也别忙着庆祖 因为她的哥哥继父太郎 会立刻出现 将她的头重新接回去 他们兄妹之间的共生关系 坚持让人措手不及 多鸡的力量不仅仅是她自己的 她还有一大部分力量属于她哥哥 鬼不是单独行动的独行侠吗 那你就错了 这对组合的强大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对组合 说到继父太郎 虽然她没有多鸡的美貌 但她却是这对组合中 更可怕的存在 如果说舵鸡是把冰冷的刀锋 那继父太郎就是隐藏在暗处的毒树 她的血连可不是普通的武器 而是用自己的血鬼术化成的 这血连带有剧毒 一旦击中敌人 毒树会迅速侵入对方体内 让对手的四肢逐渐无力 甚至最终命伤她冷酷的微笑之下 你别小看继父太郎的毒 这可不是闹着玩啊 就连忍者出身的阴住天元 面对祭父太郎的毒树 也不得不使出心脏暂停的奇道 才勉强延缓毒树的扩散 那种毒树的强度 连天元这样的战士都难以抵挡 可怕的是 祭父太郎不急于自己出手 通常情况下 她会选择藏于堕疾体内 默默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死击 祭父太郎还有一个能力很特别 那神物奇迹的远程控制能力 是但她不仅能用自己的视野范围赶直战场 还可以通过心灵感应 直接操控舵姬的身体 她把自己的视野巧妙地植入舵姬的额头 让舵姬的战斗能力进一步增强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妹妹舵姬在前方施杀 而哥哥祭父太郎则在后方操控全局 简直是双脑组合里的终极作弊 这样的兄妹搭档 不仅在心理战上占据上风 物理战中也占据优势 这对组合可怕的地方是 他们俩拥有独特的斩首免疫能力 即便舵姬的头被砍下了 只要肌肤太郎的头还在 他就能迅速恢复原样 想要彻底打败他们 唯一的办法就是 同时看下这对兄妹的头颅 对鬼杀队员们来说 这无疑就是个巨大的挑战 这对兄妹组合 绝对是令人头疼的存在 他们相互依赖 彼此强化 像是命运的期盼 牵连着彼此的生死 而这样的组合 不仅让他们成为鬼杀队的噩梦 也让他们成为观众心中 最难忘的恶鬼组合 所以他们成为今天的第九名 应该没人反对吧 迷豆子探自然可爱妹妹 但当他变成鬼之后 整个人生轨迹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迷豆子是如何 从一个咬着竹筒的鬼少女 变成一个拥有压倒性 战斗力的完全体恶鬼 甚至让上弦鬼都为之震撼的存在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 迷豆子的血鬼术 他的血鬼术可不是普通的火焰 而是可以点燃他自己血液的火焰 看到这你可能会觉得 这不就是自然吗 没错但别误会 这种火焰并不是把他自己烧成灰 而是为了攻击敌人 迷豆子的火焰不仅仅能灼伤恶鬼 甚至还能治疗鬼杀队的各种伤势 迷豆子最强的形态 是他进入了完全愤怒状态 在舍弃里斯后 随时出现了迷豆子完全鬼化形态 这个形态才是真正的可怕 在这种状态下 迷豆子会变成了一个让人忘了身位的鬼 他的身体看起来更加成熟 头上长出一根鬼角 满身藤蔓图案 看起来既神秘又有一些邪魅 这种形态让他的战斗力暴涨 直接碾压了多姬 要知道多姬可是上显自六 迷豆子居然能够在短短几秒内 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场面坚持让人感到震撼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迷豆子的再生能力 在这完全鬼化形态下 达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 多姬那时候的表情 我估计他一生中从未如此震撼过 他甚至惊叹 迷豆子的再生速度比他还要快 多姬已经是上显鬼了 居然再生能力上 还表现出如此震撼的表情 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 迷豆子的强大不仅仅限于此 他还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自己的身体 这种身体控制力更为逆天 达到一种接近不可思议的状态 当他的尸致被多姬砍断时 他竟然能够通过控制血液 来将断子重新连结 这简直是将鬼的再生能力玩出了新高度 不过完全鬼化虽然很强 但还是有缺点啊 迷豆子变得更加鬼化 甚至连自己的意识都被压制住了 他不再是那个含有保护人类欲望的探知兰妹妹 而是变成了一个纯粹追求杀戮的存在 就看你怎么定义强大了 如果存实力的话 那迷豆子这个形态 确实已经能够媲美很多上显鬼了 加上他还没有吃过人啊 要是开始吃人了 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但是另一方面 一个拥有强大实力 但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存在 确实令人头痛 这个状态的迷豆子 既不是人类阵营的伙伴 也不是鬼阵营的同类 就问你麻不麻烦 迷豆子能进入今天的榜单 他还有一个其他鬼都梦寐以求的能力 他最后对阳光免疫了 要知道阳光可是鬼的天敌 绝大多数鬼一旦暴露在阳光下 就会化作灰烬 可是迷豆子居然能在阳光下自由行动 再让他彻底突破了鬼的生存局限 也因为如此 迷豆子也是第一个出现的完美生物 变成鬼后又能变回人类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对其他鬼来说 这简直就是异类 玉狐这个名号一出场 大家第一个反应 可能是等等玉狐 你不会真的是个狐吧 他确实是个狐鬼 而且还是个艺术鬼 当然你可能不太能接受他的艺术风格 玉狐那张令人费解的脸 他自询为至高艺术 就连无产都给他点头承认了 还称赞他是一把漂亮的狐 这让人忍不住想吐槽一句 无产大哥 你摸这里的良心书 这真的是在夸他吗 好吧 可能在鬼的世界里 这种生美就叫做前卫吧 毕加索估计也要让步三分 事实上 玉狐的艺术感 来自他那扭曲的过去 当然还是人类时候 他就特别钟爱虐杀小动物 喜欢把鱼鳞骨头 缝在湖上做双饰品 他心目中的艺术 就是缠忍姿美 所以成为鬼后 他干脆把自己变成了狐 一个带着鱼鳍 脑袋周围还冒出几只迷离手臂的抽象狐 他的样子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这是艺术 但在鬼的世界里 他却活得比谁都自豪 玉狐的战斗方式 也如同他的艺术风格一样诡异 他的血鬼术让他能够躲进湖里 进行自由传说 同时还能从湖中 召唤出各种水生怪物助阵 这招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摸鱼吗 要是鱼不够多 他还可以放出独针鲸 甚至还能召唤房屋大小的巨型章鱼 简直是一场水族馆的终极表演 对了 别以为这只是吓唬人的装饰品 这些水生怪物 可是真刀实强的战斗杀器 如果你以为玉狐只会摸鱼 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吴依朗和玉狐正面交锋时 玉狐立刻召唤出了一大缸水 几乎要把吴依朗淹死在里面了 可惜玉狐这个艺术家 有着艺术家的脾气 在关键时刻 犯下致命的错误 他太过在意别人对他的艺术的看法 当吴依朗和他打斗时 玉狐原本有机会彻底结束战斗的 但他偏偏注意到了 钢种因他专注魔刀的样子 艺术家之间的嫉妒心 一下子涌上心头 玉狐怒火中烧 你怎么敢无视我的艺术 我的艺术才是艺术 你那把破刀 值得这样赚住吗 他丢下了吴依朗 急意去对付钢种因 就这样玉狐自己 收掉了自己的胜利机会 而吴依朗则趁机恢复状态 觉醒了斑文 原本玉狐可以凭借强大的战斗力 和诡异的血鬼术 将吴依朗彻底压制的 可惜最终因为心态崩溃 说掉了在场本该胜券在我的战斗 当然玉狐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 在他展开终极形态时 成个人看起来像一条 长满鳞片的巨蛇 硬毒看笔钻石 拳头触碰到的东西 瞬间变成一群小鱼 这么一看 看称无敌 可是正如五一郎讽刺的那样 再厉害有什么用 你打不到人 艺术再美也没有意义 玉狐的终极形态 虽然给了极大的震撼感 但却缺乏真实的实战效率 再强的鳞片 也挡不住五一郎的斩击 话不多说 一刀斩首 玉狐的所谓终极形态 就只化为泡影 艺术不艺术 战斗是战斗 玉狐的悲哀就是在于 他无法分清这两者的界限 玉狐还有一个 让人忍惧不惊的特点 他极其自恋 战斗到关键时刻 他会褪皮 展现出更强大的完全体 就像某些游戏里的Boss一样 玉狐的战斗力瞬间暴涨 但可惜 褪皮再多次 也没能逃脱被秒杀的命运 也许他在无产行中 是一把漂亮的狐 但在战斗的残酷规则中 他不过是一名书家 玉狐实力是有的 如果不是太大意 他真的可以拿下五一郎 可惜最后还是五一郎觉醒的班纹 一招秒掉玉狐 让大家忽略了 其实玉狐 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半天狗这个名字 在鬼魅之论的世界里 绝对是让人毛补手然的存在 这位上弦之士 不仅拥有极强大的力量 还具备一种极为狡猾的生存之术 分身 是的 他可以将自己的情绪具象化 变成一个个强力的分身 每个分身还各自带着独特的战斗技能 让人仿佛胜防 面对这种情绪分身军团 鬼杀队员们 仿佛在打一场有无止境的游戏关卡 每次以为过了关 实际上却还有更多的难题在等着他们 先说说半天狗的独门绝技 情绪分身 这四个分身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复制体 而是根据不同的情绪 具象化出来的独立战斗体 半天狗的情绪仿佛是武器库 每个都能打出不一样的火花 激怒 红颜的愤怒分身 手持膝杖 能召唤雷电 一出场就自带雷神附体的气场 简直是鬼阶的电力工人 随时随地放电 披得你外焦里嫩 可乐 绿颜的喜悦分身 手持团扇 操控狂风 他的攻击不仅能吹飞一切 还能给对手极力风暴的冲击 战斗中能刮出连地面都凹陷的大坑 别看他整天嬉皮笑脸的样子 动起手来 那可是风暴级别的破坏力 埃绝 蓝眼的悲伤分身 使用一把能自由伸缩的长矛 他虽然看起来很像 几乎快要自暴自弃了 但别被他的外表骗了 埃绝的战斗风格是典型的看似佛系 使者杀鸡重重 空喜 举眼的愉悦分身 背上长着翅膀的鸟人 他的操声波攻击 能够针随对手的耳膜 让人头晕目眩 根本无法专心应战 更别提他那一双锋利的爪子 足以将巨石捏得粉碎 简直是个会飞的摧毁者 这些分身不是同时出现在战斗中的 而是半天狗感受到威胁时 他的分身就会一个个出现 先是激怒和可乐这两个阻力 然后随着战斗的深入 其他的分身也会陆续登场 半天狗的本体呢 你可能会想 这么多分身 半天狗自己在哪里 实际上半天狗的本体妾 比他的分身要胆小得多 他是一个身体缩小版的自己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懦懦的表情 作为半天狗的核心 妾的唯一任务就是逃跑 逃得越快越好 最好能把自己藏在世界的尽头 妾的行动速度极快 擅长逃遁和引力 他不会与敌人正面对抗 毕竟他的存在就是用来躲避的 更麻烦的是 只要妾还活着 分身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复活 想要彻底打败半天狗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妾 将他斩首 彻底结束这一切 当然半天狗的脚活还不至于此 当分身们感到本体妾陷入极大的危险时 他们会进行最后的自保手段 合体 是个分身会融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存在 郑坡天 郑坡天的出现 我觉得简直是鬼剑版的超级赛亚人 他带着四面巨骨 每敲一下骨 就会释放出强大的冲击波 瞬间先飞所有敌人 更恐怖的是 郑坡天能够召唤出巨大的五条木龙 木龙不仅可以进行超大范围的破坏攻击 还能释放其他分身的血鬼术 太可怕了吧 在战斗中 郑坡天的每一招 都带有毁天灭地的气势 随便一敲鼓 整个战场就会瞬间掀翻 炭治郎和他的伙伴们 根本无法正面抗衡 念住甘露是秘利 在面对他时 觉醒斑文 才能勉强与其抗衡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狡猾又恐怖的存在呢 答案可以追溯到 半天狗成为鬼前的过去 在成为鬼之前 半天狗是个聪明造主的小偷 他不仅手脚不干净 还残忍地杀害了一位盲人 那位盲人只是想阻止他的恶行 结果却命上皇权 更惊讶的是 半天狗从未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任何悔意 他始终被认为自己是被欺负的受害者 把所有责任推给他人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不满和怨恨 最终在无产的血液溃增下 彻底化身为一个真正的恶鬼 成为鬼之后 半天狗的怨念与憎恶达到了顶峰 他的分身术 正是这种情绪的具体表现 是个情绪分身 狡猾的本体怯 再加上强大的正破天 所有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上弦姿势 伊沃座 这个上弦姿势 伊登场就凭借那一头红发 和深蓝色的纹路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 你想想一下 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就像见到一位低配版的素挪 还带着一对闪闪发亮的尖牙 简直酷到不行 不过别被他的外表迷惑了 那对贱家克斯塔人类时期的产物 他的名字博智 也正是由此而来 伊沃座 是个道地的武痴 他讨厌弱小 失明与强者交手 只会变得更强 但在他成为鬼之前 这股最求力量的执念 是源于未婚妻聂血 伊沃座承下聂血发誓要保护他 但是当他变成鬼后 脑海里那段珍贵的记忆受损了 只剩下了变强的欲望 即便如此 他始终没有违背自己对聂血的承诺 伊沃座从未吃过或伤害任何一名女性 要说他身上那点人情味 大概就是这个了 原本我是想把伊沃座排在同魔之前 毕竟论决心 伊沃座真的是在同魔之上 看看伊沃座被砍下头颅 还能行动就知道了 除了阳光外 他已经克服了成为鬼的限制了 而同魔在这点上呢 好像还没达到伊沃座的决心 只能说如果伊沃座不挑食的话 他的势力一定在同魔之上 话说回来 伊沃座变鬼前 就已经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作为人类 他硬是能在被打了一百板之后 依然清醒 徒手解决掉67个人 这67个人 没有一个是尸体丸长大 这样的战斗天赋 自然引起了无产的注意 于是他亲自出马 将伊沃座收入麾下 事实证明 鬼王无产的眼光确实好 这个得力干将 成了他最强的上险之三 看看他和新兽狼的那场神仙打架吧 炭子狼的眼睛都跟不上他们的动作 伊沃座的每一次挥拳 都伴随着血鬼术破坏杀 仅仅靠挥拳 就能产生和炎柱造势 像PT的攻击力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而伊沃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离不开他那超强的斗气感知能力 他能通过感知对手的斗气 精准判断对方的动作 攻击的命中率简直就像磁铁锡铁一样 当然这种能力 对那些掌握痛痛世界的高手来说 可能没什么用 但在大多数战斗中 足以让伊沃座利于不败之地 伊沃座有一个显著的优势 他是鬼 拥有几百年的战斗经验 和超强的再生能力 看看他在战斗中表现得有多逆天 不管新兽狼使出多么致敏的攻击 他都能迅速恢复 连砍掉的手臂都能瞬间再生 相比之下 新兽狼作为人类 战斗力会随着伤势逐渐下滑 这一消一掌 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差距 尽管新兽狼燃烧了心脏 爆发出了最强的招式 也没有彻底击败伊沃座 说到底人类的身体有限 而鬼的力量却似乎无穷无尽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 新兽狼用尽全力砍中了伊沃座的脖子 而伊沃座一拳贯穿了新兽狼的胸膛 看似一换一的局面 但实际上伊沃座并没有被彻底消灭 他的脖子虽然被砍中了 但倒砍在半途 伊沃座却依然活了下来 新兽狼却留下了自己的性命 没能彻底终结伊沃座 这场战斗让人看得心痛不已 新兽狼用自己无畏的精神 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但伊沃座那无法阻挡的强大 也让人感受到了绝望 伊沃座这样一个强大而矛盾的角色 既令人敬畏又让人唏嘘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力量并不是一切 而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 最宝贵的 往往是那些被遗忘的情感与承诺 有个鬼绝对让人过目不忘的 那就是我们的上显之恶同魔 乍一看 这家伙的脸上 挂着一个仿佛无害的笑容 眼睛像两块色彩斑斓的琉璃 让人有点心动 可别被他的外表骗了 他可是个人间清醒的无神论者 缺乏共情的他 既没有常人的情感 也没有所谓的怜悯 这跟半天口的情绪工厂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魔太冷感了 这份冷感 却成了他传人形式的完美借口 同魔的故事 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了 父母亲因为他那双独特的眼睛 把他当成佛菩萨来膜拜 甚至穿一个叫万事极乐教的宗教 生怕抽空了这个神将之子 在听了无数教徒哭诉人生痛苦后 这位佛菩萨彻底崩坏了 他觉得死亡是人类的救赎物 所以他开始帮忙世人 成为恶鬼 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世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在他看来 把他们吃掉 才是给予他们最崇高的幸福 世大同魔认为 吃掉你才是爱你的最高表现 哦 以我做恐怕要和他打一架了 毕竟一个仇不动女人 而同魔的菜胆上却只有女人 同魔虽然出现了比较晚 但他和主角团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 先来说说他和肌肤太郎朵姬 这对鬼兄妹的渊源 多年前 同魔在集园偶遇了这对落魄的兄妹 被他们那股杀气与绝望吸引 于是达方拉分了一点爱给他们 当他们变成了强大的鬼 这才有了有过偏离的横行霸道的兄妹俩 接着就是一只猪的身世了 你可能不知道 同魔和一只猪的妈妈秦叶 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秦叶曾经讨到万事挤了轿 结果撞见了同魔吃人的壮丽画面 于是选择了逃离 最后惨遭毒兽 你没听错 一只猪的杀母仇人正是同魔 这剧情转折 简直看比宫斗剧 还有相来会也是 同样也没有逃脱同魔的魔爪 而无限层之战中 人也是在了他的手里 好家伙 复仇的火焰 几乎把整个主角团都给燃变了 同魔的睡鬼术 和他的个性一样冷冰冰 他的能力与冰相关 可以操控自己的血液 将其凌结成冰晶 这些冰晶不仅漂亮 还能瞬间弄出任何接触到的人 吸入肺力还会让人细胞坏事 呼吸困难 想象一下 那些飘飘沙沙的冰晶 不再是浪漫的雪花 而是死亡的信使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啊 同魔可以召唤出巨大的冰莲花 和冰藤蔓 释放出带有兵器的冰花瓣 这些冰性招数 让他成为了战场上的一座冰山 根本无法靠近 最为夸张的 还是他的冰雕菩萨 这个冰雕不仅看起来庄严宏伟 手刀的威力也相当恐怖 同魔甚至能制造出多个自己的冰人分身 虽然是冰座的 但这些交互完全可以独立行动 还能使用和同魔一样的血鬼术 简直是个冰军团啦 面对这样的敌人简直令人绝望 不过同魔再厉害 也有失守的时候 无限层之战中 他原本准备用冰人分身 消耗像奈护和一支柱的体力 结果没想到 人提前给他准备了毒大餐 他用自己的血液 念字出了致命的毒术 最终让同魔吃出事了 这不就告诉我们 贪吃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同魔这个鬼 不仅仅是个无情的恶鬼 他的存在更像是对人性和生命的极端解毒 他以自己扭曲的方式拯救他人 将杀戮与死亡视为恩赐 他的冷酷无情和极端理性 使他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逆的对手 而在战斗中 他的血鬼术 简直如同一场冰天雪地的恶梦 将所有靠近他的人冻结在绝望中 无论是他冰冷的外表 还是他所谓的慈悲 都不过是掩饰其内心扭曲的幌子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恶鬼 你只会感受到寒冷与恐惧 这是同魔 那个无情而又迷人的冰雪王子 黑史谋 上弦之手 他的强大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数百年来 稳坐上弦之一的宝座 靠的可不只是运气 而是真正的实力碾压 想要挑战他地位的鬼不是没有 但全都成了他脚下的泪泪白骨 唯一幸存的 也就是那个天天喊着来打家吧的我吃 一窝住 黑史谋本名祭国炎盛 是闺蜜界最强见识元一的亲哥哥 没错就是那个出生自带外观的天花板的弟弟 这兄弟俩的关系 可以说既相爱又相杀 炎盛一边嫉妒元一的天父 一边又想成为像他那样的剑士 这种复杂的心理 让黑史谋的内心 就觉得他仿佛天天活在剑脑中 黑史谋在人类时期 虽然没有学会元一的日子呼吸 但他念旧了由热之呼吸衍生出来的月子呼吸 虽然比不上热乎的无敌级别 但在其他呼吸法中 也算是鹤立鸡群了 再加上他觉醒的斑纹 开启了传说中的痛痛世界 理论上已经接近了元一的水平 可惜实际上的差距 还是天上天下 这种越是接近 越是遥不可惜的感觉 简直让黑史谋快疯了 更绝望的是 黑史谋还发现 觉醒斑纹的见识 通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活不过25岁 这对他来说 就是压款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既然当人类有极限 那干脆别当人啦 于是他干脆接受了无产的邀请 放弃了人类身份 变成了恶鬼 从此既我严生 改名黑史谋 他上了不归路 鬼化后的黑史谋 外形变化不大 就是多了狮子眼睛 看起来更加恐怖吓人 月子呼吸依旧强大 斑纹和通通世界也都保留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人类的限制 有再生能力的加持 身体素质飞越半提升 仿佛就是一辆披着盔甲的坦克 而且通通世界这能力 使得黑史谋在战斗中 几乎无懈可击 能够预判对手的动作 看穿身体的结构 他简直成了一个完美的战斗机器 黑史谋的战斗方式精准而残酷 每一招每一事 都带着极致的压迫感 在与鬼杀队最强战士们的对决中 黑史谋展现了让人毛骨手蓝的力量 悲鸣与行鸣 不死穿石迷 石头五一郎 还有玄迷 这四个看穿鬼杀队顶尖级人物联手 竟然还是被黑史谋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用尽全力砍下黑史谋的头时 本以为胜券在握 谁知道这位上血之一 竟然又重新长出了头来 复原的力强到力天 黑史谋仿佛一个打不死的怪物 那一刻真的让人心生绝望 真正打败黑史谋的 不是鬼杀队的住门 而是他自己 当他从石迷的刀中 看到自己如今的模样时 那一刻他终于崩溃了 尽忠的黑史谋 哪里还是曾经那个 渴望成为最强见识的武士 他看见的 只是一个丑陋的怪物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为了追求力量 早已偏离了正道 甚至不再是自己了 他的梦想早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破碎成杂质 而他的心 在那一刻 随着金钟导引的怪物形象 一起崩塌啦 黑史谋最后一刻的觉醒 并非指战斗力 而是他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彻底清醒 他想成为最强 渴望超越自己的地理原因 但最终 他变成了一个 失去梦想和方向的怪物 无论他再怎么强大 内心的空虚却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最后最后 他选择了放弃 他知道这样的自己 早已偏离了追求的武士道 早已不再是那个梦想成为最强见识的祭国也胜了 如果黑史谋没有在最后一刻崩溃 恐怕鬼杀队的最强战士们 也无法将他彻底击败 但他的内心 早已在无尽的嫉妒 与自我的迷失中 耗尽了所有的力量 黑史谋的失败 既是鬼杀队的胜利 也是他内心伸出那一份慈念的崩塌 有一个名字几乎无人不吃 无人不畏 那就是鬼舞时无产 这个号称鬼王的反派 可不是随便来的 它是创造了所有鬼的援助 这个故事的终极达波士 如果我说鬼灭之人的终极反派是无产 那你肯定一点都不会惊讶 因为他从头到尾 就透露着一股 我才是幕后大佬的气场 无产可是从几百年前 就开始搅风搅雨了 堪称不死不灭的代表人物 如果不是所有在场的鬼杀队员拼尽全力 连太阳都请来帮忙 谁能保证他会被打倒 无产这个家伙真的是有点恐怖到离谱 他的身体简直像装了无敌外挂一样 每一寸皮肤 每一寸毛发 都可能是致命的武器 他的触手 哎呀 只要随便挥一挥 分分钟能秒杀在场的所有鬼杀队员 要说他有什么独门招式 那可真不少 况是他体内就很神奇 有多个心脏和大脑 光这一点 就已经让鬼杀队员们头疼不已 别人都是一颗心一颗脑袋 他倒好 居然拥有七个心脏五个大脑 大哥你是把自己改造成超级电脑了吗 多得好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因为脑子不够用 才造了那么多备用的 但是别想看了这些器官 他们不仅能移动 还能通过这种方式 让无产规避死亡的威胁 鬼的脖子是命门 但无产 抱歉这条命门已经被彻底破解 话说回来 无产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在故事里有两种解释 鬼杀队的演出认为 他是靠着那些能够移动的心脏和大脑 活下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多了几个命门 谁也摸不清他的弱点 而另一边的诸事 则给出另一种说法 无产已经彻底破除了鬼的限制 成为了超级鬼的生物 换句话说 无产已经不再是普通鬼了 他简直就是鬼的终极形态 作为鬼王 无产不仅力量超群 他的血鬼术也是花样百出 你以为他只靠力量碾压 那就太天真了 他的触手能释放出巨大的冲击不握 瞬间麻痹敌人 他的毒素更是让人法不胜防 心情一划伤 就能让你离死亡更进一步 而且这些毒素还会自动扩散 瞬间蔓延全身 简直比慢性自杀还要可怕 即使无产这么强大 也不是全无弱点 要消灭他 必须借助毒素和太阳的双重打击 做事制作了一种能够交出无产衰老 分解他身体的毒素 而当无产被逼到阳光下时 这鬼王才真正走到了尽头 别以为这过程很容易 大家可是在被无产的连环暴击下 拼了老命才勉强将他推到热光玉区 即便消灭了无产 鬼杀队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几乎让鬼杀队全军覆没 无产的故事最终以他的失败告终 但他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他不仅是所有鬼的创造者 还是所有冲突的源头 如果说每个恶鬼都有自己的执念 那无产的执念 便是他不朽的生命和无尽的权利 他不详实 甚至不允许是王的概念靠近他 但是最终 他在鬼杀队的联合公司下 还是被强行送上了末路 我们最终迎来了探子狼成为鬼王的那一刻 想想看 那个曾经一心想要砍倒无产 解救妹妹的善良少年 居然有超义乐会接替无产 成为新一代的鬼王 这个剧情转折 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但这就是无限层篇的最终高潮 让我们把镜头回到故事的结尾 老鬼无产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将至 这个几百年不死的交伙也不得不认命 但他不开心啊 临死之前 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将自己所有的血液力量 全部注入到探子狼的身体里 没错他要把这个曾经的对手 变成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鬼王 还打算让探子狼 帮他完成灭绝鬼杀队的终极梦想 无产这招也太狠了 不仅要自己退场 还要拉个强力接班人继续搞事情 那么为什么是探子狼呢 因为无产早就盯上了探子狼的妹妹迷豆子 他可是唯一一个 不怕阳光的鬼啊 无产可不傻 他知道阳光才是鬼的真正天敌 解决了这个问题 鬼就无敌了 于是他推测探子狼 身上也带有这种抗热基因 所以他认为 把探子狼变成鬼王 才是他不灭的关键 接下来画面一转 探子狼醒来后变身为鬼王 那一刻 他的眼睛和手臂瞬间恢复 整个人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息 甚至连脸上都布满了诡异的斑纹 这些斑纹像是预示着他正在快速进化 身上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 更可怕的是 刚刚苏醒的探子狼 就展示了比无产更强大的适应力 他已经不怕阳光了 你能想象吗 一个不怕阳光的鬼王 这可是无产梦寐以求的事情 居然被探子狼轻松达成 不仅如此 探子狼的身体 还长出了一堆类似外骨骼边的东西 像是未来应付战斗的武器 这时的他 掩然一副大boss的样子 仿佛只要给他更多时间 他就会彻底超越无产 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强鬼王 但作为主角的探子狼 怎么会乖乖接受这个命运呢 毕竟他内心深处 还是那个善良正义的小子 所以当迷豆子跑上前 紧紧抱住他的时候 探子狼那一份不愿成为鬼的鉴定意志 终于占了上风 他不想像无产一样 成为一个冷血的怪物 于是探子狼在那一刻开始挣扎 不仅没有被无产的力量彻底吞噬 反而奇迹般恢复回人类 虽然探子狼最终恢复了人类身体 但代价也不笑 尽管他保住了性命 但左臂和一只眼睛 却永远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看看这个曾经的强大鬼王 现在却成了一个互相累累的普通人 这是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 如果剧情没有结束的这么快 或许探子狼还能继续作为鬼王展开更多的战斗 不过毁灭之刃 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结尾 探子狼的意志 最终战胜了无产的黑暗 他并没有被欲望和力量吞噬 而是回答了他的家人和朋友身边 好啦各位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 盘点完这些顶级恶鬼 大家是不是已经被这些鬼界大咖们震撼到了 从美到让人窒息的堕姬 再到无敌自恋的鬼王无产 这些鬼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不管再怎么强大 他们还是逃不过鬼杀队的嘴姬 毕竟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嘛 哪怕是最强的鬼王坦坦 也不例外 如果你也觉得这些鬼的故事超然 那就赶快订阅我吧 还有别忘了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一起进来讨论 毕竟热爱鬼灭之类的你我 才是这场鬼王争霸战的最终赢家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